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讲座的题目是 怎样填写I944表解决公众负担问题 从今年2021年开始 我们在美国攻略这个网站上 有我们新卫名律师事务所的专栏 有详细的长篇综合文章 大家可以搜索看 上面有讲到比如说办理绿卡的多种方法 还有提交I485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步骤 遇到IFE怎么办 以及其他各个方面 网站上的文章有一些优点 可以里面有很多图 有样本还有各种链接 欢迎大家访问 我们这个主题讲的是I944 大家知道移民局关于公众负担 这个事情前后变了几回 现在确定还是要填这个表要交 对很多申请人觉得造成麻烦 说我要交好多supporting的材料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I944应该怎样来准备 我们看到这个表格还是比较长的 内容比较详细 页数比较多 但是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抓大放小 看这个主要的地方 那如果你是职业移民 不管是主申请人还是副申请人 相对比较年轻 然后有较高的学历 然后呢有这个专业工作 从这些方面来说呢都是优点 很多人呢可能也没有拿过福利 那这个表格呢无非是看你过去 是不是一直用福利 然后呢你现在和将来 是不是很有可能会依赖政府提供的福利 只要你能够证明自己不会成为公众负担就可以了 那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信用历史不够啊 我有好多银行账户啊 我的信用这个credit score如果分数不够高啊 或者是我还有别的贷款会不会是问题啊 对绝大多数至少职业移民来说呢都不是问题 原因我们前面已经解释了 所以呢当然你需要认真准备 但是不用太紧张 那么对于亲属移民呢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 比如说美国公民给父母办 员卡说我这父母都已经退休了 是吧年龄比较大了 那是否符合要求呢 根据我们最近的若干客户 顺利办理S85 以及I944的经验呢 我们看应该还是可以的 没有关系 而且移民局也提到呢 子女呢如果有足够的financial resource 能够提供担保 包括将来有可能给父母提供棒的 这个呢都能够帮助解决亲属移民的问题 另外呢我们知道亲属移民本来就有I864 这个financial support的表 那简单来说呢 如果你有你或者是你的sponsor 有足够的收入或者资产 那么就能够解决问题 所以呢原则上说 只要呢你不是确实过去用过很多福利 或者说将来有可能会用很多政府福利 应该也不用担心 那么具体的如果有的人说啊 这个在怀孕期间生孩子期间 或者是什么别的时候用过福利 那么会不会是问题呢 我们看到呢移民局的政策也讲到 有很多是可以排除在外的 具体的呢这个执行方面 因为比较复杂 你可以看我们有的文章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讲的更详细 或者呢如果有后续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总体来说我们这个讲座呢 讲到的是I944表 这个表呢虽然看着很长 但是不用太担心 这个以及关于公众负担的问题 如果是办移民签证呢 也有对应的表格 可以看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或者联系我们 好谢谢